我花500做了个31厅 本来打算用翻钱把它改成法式复古风 但客厅没装完就用了2000多 再这样下去我真成熬冤种了 所以阳台翻新我打算用100搞进 哇 这参加果然还得要用电话吗 不一定 我也行 哦 出来了 还好能绑下来 高空作业太不容易了 天主啊 妈 吓死我了 好了 你可以退休了 镊子膏用的之前剩下的 80块一大桶 估计能用到明年了 这个顶上的有点难度啊 嘿 没有啊 您师傅干不来的 干了以后用细刹打磨9980一下就欧了 这竟然还有一扇门 你有命啊 打扰了 这个漆还是我刷洞穴柜胜的 又强制省下一笔钱 虽然看着好像刷了个寂寞 但刷完墙的色彩会柔和一些 这还能穿的人 你们觉得在这放个啥合适啊 窗户边也给它刷上 白色的窗框才是法师的精髓 等会儿再上一个让它一秒变高级的神器 把手刷个16块的金色旗 因为这也刷不匀啊 要不试试喷的吧 喷的便宜点就是要做好保护措施 真正的神器来了 27块买的PU线条 我的法师紧字窗就靠它了 这弄出来不比1000块的定制窗户香嘛 有那味儿了 还有房东赞助的阳台灯 不知道他怎么刷到我的视频 特意找了我 贼大方的送了我一个荷叶灯 房东的神尾还可以啊 水晶搭金色真的是法师灯的精髓了 太浪漫了 外面的栏杆物也不让刷齐 只能用纱帘遮住了 这还是之前房子里拆的 带过来了 又花20拼了个轨道 一起卫星家继续发光发热吧 电凸出来了也是绝了 给大家拍个短的 我已经见怪不怪了 房子格局上奇怪的地方还多着呢 以后慢慢和你们细说吧 OK 先请飘飘 先请飘飘 这么算下来 阳台一共花了73 扣扣嗦嗦也能省下不少票子呢 下面就等着弄我的餐桌背景墙了 又找到一种石膏线的神器样式 这个效果应该很nice 期待 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